我曾经犯过一个 不可以被原谅的错误 什么错 在我年轻的时候呢 因为想摆脱贫穷的家庭 我就一个人 到热闹的台北来打拼 可是梦想很快就破灭了 我国中毕业的文凭 我就只能在酒店里 做个清洁工 你表现得非常不错 经过公司开会讨论以后 决定申请你到会计部门 我 经理 我不行 我不会啊 放心 你绝对可以 好好地做 你非常棒 真的 如果运气很好 得到老板的上市 提拔我去做 管账的工作 等等 嗯 为什么 场景永远都是那个走吧 很痛咧 我们剧组这么会算 当然能省就省了嘛 公司呢 声音越做越好 而且同时 可以交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 正当我以为爱情事业两得意的时候 我发现 我怀孕了 但是我男朋友 等等 他该不会叫你把孩子拿掉吧 渣男 好了好了 别打了 不要 他跟我求婚了 他要我把孩子生完以后呢 在家里相扶教子 可是我怎么可能被绑住呢 我就是因为穷怕了 我才会离开家乡的 所以我就骗他 孩子不是他的 当时我觉得我可以独自一个人 把这个孩子养大 只是没有想到后来我公司 因为树大招风 招来其他同行的眼红 就这样子梦名其妙地 被卷窝倒上了纷争 哎 我是管钱的耶 所以我第一个就被盯上 不要 不要 我很害怕孩子不受到千年 所以呢 我就把他托付给我一个好朋友 然后呢 那小孩呢 我也试着去找我朋友 想要回孩子 结果呢 我躲在角落里 看到我孩子 骑在我朋友的肩膀上 他老婆在一边 好开心地为他治点心 当时什么都没有的我 我就想 我 所以你觉得孩子 跟他们比较幸福 你就离开了吗 那 你之后都没有再去看过你的孩子吗 有啊 他们每年都有几照片给我 可是我都不敢看 为什么啊 姐姐你听起来很爱你的小孩啊 你是怕看了 你会更想念你的孩子 对吗 姐姐 你这样其实在折磨自己的吗 对 我就是在折磨我自己 因为我不配 我不配看他的照片 我不配想他 我不配 帮风太太 这太悲惨了 好了 达达 你怎么哭的衣服都湿了 走 我们去房间换一套衣服 不要 走啦 走了 你这样打打的 你青山只有远到 一百个两千岁了 我真的怎么知道 我是骗你们的啦 怎么样 怎么样 衣服不错吧 都新了吧 八大综合台 九零后的我们